我们不能这样坐以待毙 陆枝那肯定还有什么弱点 要是我们能赶在这两天抓住的话 或许还有一些神经 要进去一个时辰 只能够上我们一个人说话 该死到生命了 而愿意帮哀家重新出生 聪明的女人 要学会两件事 装傻和忍耐 装傻 你已经做得很好了 可是为了你们的将来 你一定要学会忍耐 可是我还是觉得好难过 他一碰我 我就浑身发抖 他一对我微笑 我就想对他大喊 叫他别装了 陆震 这段时间你难过也是难免的 我想过一阵子就好了 你以后要是真是当了储妃 这种遭无事也是少不了的 你要学会怎么面对 学会用平静的心态去接受它 这种事 我一辈子也习惯不了 好好好 可你再这样下去 你就要瞒不住了 你忍了这么久了 总不想让长广王殿下 他看出端倪吧 发生了这种事情 长广王殿下心里肯定也很难受 就算是为了他 你也要装下去 也要忍下去 哥 我真的装不下去 那就出宫 关瑶那么多事 去外面待几天总是可以的吧 你妹妹她不是有的吗 你可以去看看她呀 多陪陪她 你这个做姐姐的 也该关心关心她吧 你想请假归宁 是 我只有这一个妹妹 我想请皇上 看在我一直挺辛苦的份上 不对 你以前不会这么跟朕说话 阿朕 你是不是又听到什么议论了 没有 我什么都不知道 皇上 请恕奴才欺君之罪 那天您派我去西佛堂 陆大人就已经 难道 你那会儿就知道了吗 楼上师已经告诉我了 他 他是故意的 先起来 没想到你装了那么久 阿朕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你才要出宫的吗 我知道阿湛他是被陷害的 可是 可是我再也找过 我没有办法在阿湛边前 装作若无其事 我只想一个人安静一会儿 等我恢复了力气 我会再回宫的 哭吧 哭出来就好了 请皇上恩准我出宫 我准 我当然准 你可以回家多待两天 就算是要逃避的话 也不应该是你走 别担心 这件事一切由我来安排 少喝点儿 不过就是一件小事 至于把你弄成这样吗 我也想撞出来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可不知道为什么 每次当我看到阿朕那双眼睛 我感觉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了一样 他不知道 是朕跟他说的 说你最近身体不好让他让着你 所以他说话才会小心翼翼的 生怕又把你也给激着了 我记得小时候 你是我们几个当中最能撒谎的 现在长大了怎么反倒不行了 我也想 全天下的人我都可以欺骗 但是我骗不了阿朕 再这样下去 迟早会露出马脚的 阿朕 听朕安排 出宫待一段时间吧 正好 你就带朕去陈国出室一趟 那边新地登基 你带朕过去祝贺 顺便再帮幻云探望一下 他的几个叔伯亲戚 去吧 你出去散散心 等你回来之后这些事啊 就都会散了 好 我知道了 一路真重啊 阿朕 你也要好好保重自己 你放心 别忘了 我现在是上宫 平常没人敢惹我 那我走了 该动身了 阿朕 我这次离开京城 失去治病 太医说我的疯病 要想从根上去了 必须去陈国 找一位名医 阿朕 这些天我对你有些怪怪的 你不要放在心上 等着我回来 好 我等着你 大叔 大叔 大人 殿下 他已经走了 我们的形状 收拾好了 参见皇上 元福 怎么这么多东西 皇上忘了吧 明儿更 就是冬至节了 这些啊 是各宫的娘娘们 送来的节礼 元福 你知道吗 这可是用骆驼毛做的 骆驼毛 给朕穿上 好嘞 我记得小时候 母后也给我做过一件 只可惜啊 现在宫里头 都是用球皮做衣裳了 这是哪宫送来的 回皇上 正是太后娘娘 你们下去吧 是 是 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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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娘给儿子亲手做一件暖和的衣裳 是鲜卑人的老习惯 恭喜太后 他后来说什么了 恭喜你呀 姑妈 你出了那么多鬼主意 就这个还管点用 姑妈 趁长寡王殿下不在宫里 您再多加一把力 我相信皇上很快就会回心转意了 怎么样了 自从有了这孩子 我就什么都不想了 李成他再混账 也不关我的事 我只要有他 心里面就满足了 那他最近还去红香楼吗 他敢 只不过现在借着我身子不方便 又信那两两侍妾罢了 阿珠 他和别的女人 你不伤心吗 伤心 怎么会不伤心 虽然我不怎么喜欢他了吧 不过自己的东西分给别人 总归是不太舒服的 这种事情 时间就是最好的良药 不过 你怎么突然问及这个问题啊 难道天吓他 老天 我说你怎么一直不回宫呢 原来是为了这个事 跟他吵架了呀 没吵架 只是 两个人心里 都有一些不舒服 不舒服 是不是那个女人 在里面折腾 不是的 他也觉得对不起我 虽然 我装作什么都不知道 可我还是不知该怎么面对 吃着碗里 看着锅里 男人就没有一个好东西 他也不是自愿的 那是一个陷阱 等到他发现了 已经来不及了 他也很难过 所以 他一个人独自出门 不想见到我 既然是陷阱 那你整天成眉苦脸的做什么 他说过 他说过要娶那个女人做事件 他说过要跟你分手吗 没有 那不就结了 这又不是断隔不断腿 他又没有少一块肉 你那么伤心干什么 可是 心里不痛快 心里不痛快就朝他吼出来 你这男人怎么这么笨 居然被个小娘们玩了 你要再让我憋去 我就咬死你 然后 再让他给你下棍 给你打洗脚水 给你买零罗绸缎 总之 这场气一定出完才行 出完气 就什么事都没有了 像你们这样整天憋着瞒着的 没有事情也整出大问题来了 这样也行 你比我聪明一百倍 这是肯定的 可是 我毕竟比你早嫁几年人吧 作为过来人 听我的就没错 你就是身在局中不自知 人家故意陷害姐夫 就是为了让你们不高兴 不宽悟 你们两个反倒不走出来 还在那傻乎乎的脑站 这不平白便宜了那些小人吗 我说你是不是烧瓷器烧傻了呀 姐夫是什么人 一半是鲜卑 一半是柔然 草原上的人 才不会把那种东西当一回事呢 人家哥哥死了 照样娶嗓子 他整天这么不高兴 就是怕你伤心 像他这样 把你捧在心尖上的人 你还要生他的气生多久啊 微臣参见皇上 参见娘娘 平身吧 谢皇上 陆臣 你可回来了 看样子是想通了 你说你啊 来韩光殿多少回了 我跟你说的那些话全忘了 当初还信誓旦旦的说 会照顾好阿湛 做他的好妻子好助手 不让本宫和皇上担心 可这倒好 趁遇上事全都忘了 那么点麻烦就往外跑 还怎么做皇家人呢 幻云 好了好了 赶快回内市局去吧 你不在宫里 阿湛和楼清墙都快打起来了 好 那微臣现在就去 皇上 娘娘 微臣告退 等等 阿朕 驿站那边来信了 说阿湛他们 可以赶在过年之前回来 我知道了 总算是回来了 我还担心阿湛回宫的时候 他精神不振呢 幻云 快过年了 嗯 朕想跟你商量一件事 说吧 母后一直待在西佛堂 她瘦了很多 而且她一直在潜心念佛 我相信她真的已经变了 幻云 如果你不建议的话 我想在新年朝贺的时候 还是把母后接回仁寿殿 按规矩 新年朝贺文武百官的眷属 都要到仁寿殿去给太后请安的 既然是公规 我自然也是不能改的 幻云 我就知道你会支持我的 只是 阿湛那边该如何交代啊 姐姐 你丢下我住过这么久 你是不是都不管我了 我哪有不管你啊 我这不是回来了吗 来 我给你带来好多好吃的 你看看啊 有玫瑰糕 有珍珠仪 还有你最爱吃的一口丝 我不吃 你都不知道你不在的时候 我被阿碧整得有多惨 我的本事没他大 官也没他大 要不是有杜大人 还有杨姑姑 我肯定就 好了好了 别哭了啊 对不起对不起 我不应该把你一个人留在私一私 丹娘 你长大了 不能一直留在我的身边 我也不能像现在这样随时随地的来保护你啊 来 让我看看 被阿碧整了这么久 你不是也好好的吗 其实啊 我没有不管你 我在宫外的时候 经常看你们交上来的工作日志 丹娘 你做得很好 好到连我都为你骄傲啊 真的吗 当然了 你是一个好女官 将来啊 你一定会成为我的好帮手的 姐姐 别哭了 别哭了啊 这个路贞 仗着手上有阴影 这一回来 就把三个丝都抢回去了 他根本就不把我放在眼里 不止呢 咱们以前选的皇商 被他勾掉了一大半 他自己交了好多新的过来 明显是有备而来 还有原来要跟着咱们的人 一听说他又进宫了 有好多又回他那边去了 哼 那些墙头草 不理也罢了 还以为我像一个月前那样任人宰割吗 哼 太后马上就回仁寿殿了 还有啊 新年的朝贺 他也一定会出席 只要有这件事撑着 心里面明白的人 自然会知道 明年吹的是东风 还是西风 再说 只要你还在 你永远是他心里头那根刺 他一天没当上楚飞 我们就多一天的机会 把他整到 哈 殿下 还有失礼路就到夜城了 好啊 咱们即刻出发 越早到夜城越好 周叔 我觉得殿下 是不是已经全放下了 多亏了陆姑娘那封信呢 也不知道写着什么 殿下看了先是吃惊 后是发呆 然后就耍笑起来了 你管那么多干什么 只要他们两个不闹 就天下太平 阿弥陀佛了 忠叔 你什么时候开始信佛了呀 阿珍 好久不见 欢迎回家 沈碧参见长广王殿下上宫大人 起来吧 谢殿下 阿珍 你先会轻轻点等我 我想阿弼有话跟我说 阿弼 自从那件事情发生以后 我就一直在避着你 现在既然我回来了 我就郑重地跟你说一声 对不起 殿下 有殿下这句话 阿弼不怨无悔 殿下 你是高高在上的储君 阿弼能为你吹起 实在是生平所欣 今后 若蒙不弃 阿弼愿意尝把您的身炮 我不会收了你的 既然我们是因为一个错误而开始 我就不希望让他继续下去 可对于我来说 那根本不是什么错误 殿下 你是知道的 我一直都喜欢你 我知道你对我好 但是在我心里 只能容下一个女人的位置 殿下 你误会了 我不是想要跟陆上宫争个高低 我只是想待在您的身边 就算没有名分 也没什么关系 阿弼 如果你真的喜欢我的话 就不可能接受别的女人 跟我在一起 如果我听你的 真的把你接进了我府里 那将来才真的是害了你 可是我已经是你的人了呀 我会补偿你 我会给你找一个好夫婿 我会保你父亲一生平安 不要 不要 我不要 这些我都不要 我只要你 我们学习 Somebody 很好 阿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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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本来就是个美人计 你还真做上什么王妃梦了 哭什么哭啊 以后还有你发愁的日子呢 人家小两口已经破镜重圆了 只怕他们回过神来 第一个要收拾的就是你呀 我不怕 我早就想好了怎么对付他们 他对我不认 我就对他不义 我一定要让他们知道 我审必 绝对不是哪个男人 用完就可以扔的女人 阿珍 阿珍 放心吧阿珍 以后再也没有什么事情可以难倒我了 那 他现在怎么样了 都解决了 陆珍 其实还有很多问题想问高瞻 但他已经渐渐明白了一个道理 有的时候 误听误问误说 才是对爱人最大的信任 公主太后娘娘千春万福 长寿武疆 平身 谢太后 你们都是皇上身边的人 一定要尽心服侍皇上 好让皇家早日开枝散业 尽尊太后一旨 长公主到 公主太后娘娘千春万福 长寿武疆 平身 谢太后 香儿 你难得进宫 可得陪哀家好好地说会话呀 就算母后不留 我也会赖着不走的 我都好久没见母后了 太后 您不用拽得那么紧 这次长公主回来 起码得待到春暖花开的时候 才会回去陪驸马的 好 王大人到 公主太后娘娘 千春万福 长寿武疆 平身 谢太后 你们身为后宫女官 自当担惊竭律 为主效忠 阿碧 价钱无礼 可是大罪 神匹罪该万死 求太后娘娘恕罪 大过年的 什么死呀活的 来人 拉他下去 重责二十大板 不要啊 太后娘娘不要啊 不要 太后娘娘不能打 太后娘娘不能打 不能打呀 母后说得对 大过年的 别动不动就罚人 让他出去救世了 谢长公主 谢太后娘娘 你该不会是 传刘姑姑前来 竟敢会乱恭维 你快说 那个野男人到底是谁 我在问你呢 我问你呢 住手 这种脏事 怎么能在这审问呢 来人 把他拖到内侍局去 娘娘 娘娘不要啊 娘娘 孩子是无辜的 长公王殿下 他就是不认 我也 不认 长公王殿下 哪里不认 长公王殿下 闹什么闹 把他挪到拼殿去 马上请太医过来 是 等等 先别进去 出什么事了 阿湛 你现在需要镇定一些 皇上已经在里面主持大局 不过我觉得这件事一定有问题 他说他怀了愈 但我是亲眼看着人给他灌了婢子汤药 而且那药我自己喝过无数回 按理说 绝对不会有漏网之余的 你是说阿碧是假怀孕 有九成可能 那万一是在那九成之外呢 他又不是傻子 他把事情挠那么大 肯定会有太医过来请卖的 太医也可以作假 这不是重点 阿湛 我要问你的事 如果他真的怀了愈 你打算怎么做 我还没有想好 阿湛 你别怪我狠心 这个孩子你绝对不能要 楼师这次费尽心机 才刚刚搬回仁寿殿 就闹出这档子事来 肯定有问题 阿批是他们的人 你要是认了这个孩子 那他势必就要搬到新王府去 阿湛 这就等于你身边 永远有了一颗甩不掉的暗状 你别忘了 咱们皇家最不缺的 就是打小就夭折的皇子皇女 我绝对不会这么做的 如果这个孩子真的是我的 我一定会保护他 那你要留下这个孩子 会害了我和陆珍的性命呢 怎么可能 那只是一个未出世的孩子 这个孩子要是被楼师掌控了 他势必就会成为你致命的软肋 你要是被楼师打败了 你觉得我和陆珍还能活命吗 我告诉你 我一定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的 现在最关键的问题是要确定 阿碧他到底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 禀告皇上皇太后 这位贵人已经有一个月的申孕了 你确诤误 此等大事 微臣哪敢计言 这 这可真是太好了 就算如此 那又如何 女官案例可以自由出入外宫 谁知道这个孩子的父亲 会不会另有其人 长管王殿下 长管王殿下 那天我给你的可是干净的身子 长管王殿下 娘娘 大后娘娘 你一定要为我做主啊 阿战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阿家都被你们弄糊涂了 母后 这 这件事情说来话长 这一时半会儿也说不清楚啊 这怎么说不清楚呢 如果阿碧说的是真的 你跟贵妃现在没有皇子 阿战是储君 如果生下来是个男孩 有可能就是未来的皇太孙哪 没想到阿家 居然先抱上孙子了 阿战 阿碧腹中的孩子 到底是不是你的 你这是什么时候不声不响的 阿战 你准备什么时候 把他迎进新王府啊 本宫要册封一个不起眼的宝贝 告诉我 那是给你面子 你还真以为自己 已经是楚飞了 这对爱情背叛 丽贞伤心一绝 我恨他 楼太后四肩拉拢路阵 阿家有个法子 可以帮你收拢长矿王的心 你只要把这个定情珠 放在长矿王的身上 他就会对你会放弃 爱你爱到最后都不能停 经过下来就让自己想了心 把手握紧 规刀来就让自己想了心